剑雅科技 相帅 苍蕊500 这款车之所以能让很多人关注 源于三点 首先说它的外观太像本田的CM500了 另外一点 它用了那台龙芯KE500的发动机 最后一点就是它28,800元的售价 确实是让很多人动心 咱今天把这台车借出来聊一聊 这个其实现在还是一个工程让车 并非实际交付的车辆 咱们从前头看上去 前面是16寸 前后都是16寸的正新的CST的轮胎 这对轮胎已经无限的接近于本田的CM500了 无论是尺寸大小轮胎的规格 全都一样 4核塞了这么一个刹车卡钳 云安的减震 KE500发动机不用多说了吧 这款发动机最大功率35000瓦 大扭矩43牛米 用了很多名牌劲 为啥说用了很多名牌劲呢 你像他用了这个云安的减震 博士的电喷 以及航特的这个刹车 把这些 这个我记得这个链条也是有 链条用的是RK的 你看这个地方 这个能看出来 后边的这个减震啊 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 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 这个减震应该既然是个气瓶减震 但有可能是个假气瓶 这能仔细看到吗 它后边有这个 它里边有这个调节钮 这说明这真是一个 真气瓶的减震 这叫啥呢 气囊减震 说个高达上一点的说法 但是从后边看上去之后 我感觉这个 这个小座椅有点多余 这个小靠背也有点多余 这个小货架就更多余了 全车LED的灯光 这边后边的这个尾灯 这个尾灯 蛮复古的 你喜欢这个风格吗 我不喜欢 这搞的辨识度低的 我还是更在乎的是实用 这款仪表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接着那个QJ闪500 包括1050好多车系 包括那什么奔达 好多车系上都用的 类似的这种LCD的自显仪表 我感觉哈 它的这个转向灯和喇叭是反过来的 其实我更习惯的是 按喇叭的时候 这个位置在下面 对吧 对 发动离合 手感还可以 698的这个座高 对于我来说我会觉得它矮 但是人家本身的这个目标客户 就不是我这种大体角色 你要是像你这种的身材 切上它会感觉很爽 这个14.5升的油箱吧 结合着这个KE500这个发动机的 百公里耗油续航三百来公里 咱得说一些比较细一些的地方 你比如说你看这个 这些汉街啊 这些这些地方吧 只能说是符合国内的主流水准 你说你要和豪杰去比的话 它区别还是挺大 当然毕竟一个28,800元的价格了 你一个500级别的材料要求太高了 也不能对人要求太高 不过我还得吐槽一下哈 首先哈我觉得这个14.5升的油箱存储量 有点小 你作为一个巡航类车型嘛 你搞个17升 这是我觉得这样比较合适 14.5我觉得是小 17升20升那都行 另外呢 咱既然是一款500级排量的车型了 你前面这还是一个单叠的这么一个刹车 如果是对向双别的话 那效果是不是会刹车方面会更好一些 你又想价格便宜 你又想配置高 还颜值高 哪有那么好的事啊 这个车你看颜值多好看啊 我觉得挺漂亮的 对啊 整体的这个运行感受哈 你说我和什么比呢 我要和CM500比那肯定是不同的 确实就像你所说的 咱接受了它的价格 也需要接受它的不同的骑行的感受 毕竟CM500比它贵出两个多以上了 没有可比性 也不能说没有可比性 你可以想象一下 咱现在用一款28,800元的价格 搭载着KE500的发动机 它就和那些 你比如说300级别排量的那些车型去征市场 它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 别的不是说至少排量上是有优势 至少龙芯KE500发动机 35,000瓦46牛米 动力是有优势吧 颜值有优势 你可能觉得不好看 但我觉得好看 而且坐高我也觉得好 反正这车不适合我这是肯定的 还有这个四闪灯也蛮漂亮的 四闪灯 圆的全是LED灯 所以它里边一圈都是LED的灯珠 你不会有一些常见 里边光给你设一个俩的 那便识度不行 其实骑摩托车 这很看重的一点是什么呢 安全是什么 让别人看见你和你看见别人同等重要 总之吧 28,800 你们愿意去为健雅科技的相帅苍蕊买单吗 视频的最后咱听听声音吧 稍等一会让我发动机稍微热一下 觉得这种巡航类车型还是应该更注重它的低牛的表情 来听听声音吧 差不多了 光河在港轰一轰油门没事 这个声音比较属于那种比较柴闷一点 对吧 好不好听我说了不算 你们说了算